玄瑜算过 若是大人停用药物 同玄瑜一起修炼 玄瑜会选择即日 祝大人飞天成仙 朝堂之上试问谁的手下 没有几个冤魂 这是正斗所致 并非老夫所为 是正斗 还是一己私欲 大人心里应该很明白 申大人和音音姑娘飞天之事 大人您亲眼所见 信不信 就有长孙大人了 玄瑜只是一心想助大人脱离苦海 大人若是想好了 可以随时来找玄瑜 大人好好休息 玄瑜先告辞了 老师 长孙无忌 还我命来 醒醒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舅父 难道你连外甥都忘记了吗 你是谁 我是三皇子李克 我根本没有参与羔羊的谋反 而你却冤枉杀害我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李克 你怎么变成了这鬼样子的 你辅佐九弟登上皇位 是因为你觉得他懦弱好控制 而你为了保住他的皇位杀了多少无辜 长孙无忌 该是你下地狱的时候了 还有我李道宗 我本是皇室宗亲且已告老还乡 可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给我安上无辜罪名 害我流放客死 今天我也要见你下游货 被狐狐蛇拆下 救命 老爷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来人 快来人 怎么了夫人 快去把老爷的药拿来 快去啊 等等 快 快别人去 去请 献鱼献过 来 还不快去 没事夫人 舅父请坐 皇上请坐 舅父您身体欠佳 本该卧床休息 有什么事 叫楚大人他们来找朕就是了 皇上 此事 非得老臣同皇上家不可啊 舅父请请 皇上 老臣想 辞去朝中一千十五 同玄瑜仙姑在鬼镇关修炼 舅父为何会有此想法啊 舅父 皇上 朕还要处处倚仗舅父呢 皇上 老臣的命自己知道 恐怕 命不久矣 舅父 你想多了 皇上就不要安慰老臣了 生老病死命中注定 老臣只想在死前 远离臣氏静静心 也希望 死后能到那极乐世界 涌向轻浮 玄瑜仙姑已经 答应老臣 祝老臣非生 皇上 老臣病已知词 还请皇上 成全老臣吧 把祭祭拆开 不就是何子二字吗 难道祭玄瑜是何大人的女儿 严大人 可否帮我查找何大人的资料 越多越好 严大人 王公公 立本今天替赵大人值班 不知公公前来是找谁啊 严大人 老奴是来找您的 长孙大人刚刚找皇上 说要找玄瑜修炼 准备非生 竟有这等事 不知王公公为何要告诉我 上次在归真观之前 您看到敌人节 严大人 恕老奴直言 昭仪一直对老奴很好 整个皇宫 就他不把老奴当奴才看 老奴心存感激 老奴看惯了宫中争权夺势 昭仪无权无势 只是被人利用罢了 老奴见你们私下查案 也是为了帮昭仪洗冤 怎能不帮啊 王公公 您在皇宫几十年 什么事情都看得通透了 却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副热血心肠 丽本 多谢王公 严大人言重了 要谢就谢昭仪 天道循环 人哪 善恶终有报 严大人 老奴还要去伺候皇上 先走了 您说的是 敌人节 严大人 严大人 这些书卷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我从鸿文馆找到的 关于何大人的一些资料 这么多 这个何大人哪 是一个文笔不错的门人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写的 想必你们又在研究案情了吧 敌大人对案情的研究 比贫道对经文的研究还要执着 凡事只要坚持必有所成 相信案子离水落石出的一天不远了 走 走 走 我看两位还是认输吧 哼 你想的没 赏车车 你 哎呀 赏车车 哎呀 这怎么办呀 这收盈还未定呢 耍赖耍赖耍赖啊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什么叫输赢未定啊 明明是大事已定 的确大事已定 我们马上就可以揭开 济玄瑜的真面目了 这些是什么 这些都和何大人有关 我相信也和济玄瑜有关 人姐 忘了告诉你了 我听王姑姑说 长孙无忌想跟济玄瑜学飞仙 什么 长孙无忌要学飞仙 前两天在朝堂上 长孙大人突然胸壁症发作晕倒 太医成帮他诊完脉以后说 病情十分严重 恐怕会危及性命 我想 也许是长孙大人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才做的这个决定吧 若凭长孙无忌的身份 要决定学飞仙 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啊 我觉得 这应该不是长孙无忌自己的意思 一定是济玄瑜跟他说了些什么 别忘了 济玄瑜最擅长的 就是攻心术 天哪 这济玄瑜害完申大人 又要害长孙无忌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难不成 他要控制朝纲啊 是 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孰为此者 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旷于人物 漩国 你为何要帮老夫费升 因为大人和悬鱼有缘 悬鱼做事只问缘 不问节 大人您疑心太重 疑心太重便是烦心太重 心中还有欲念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一切都在天地之中 大人要静心才能成仙 原来何大人在太子出事之前 便担心长孙无忌会拉他下马 我想起来了 当年查办太子谋逆一案的 正是长孙无忌 而且申大人也参与了其中的调查 难道季玄渝是为了报仇 要杀申大人和长孙无忌 可是他为什么要先杀死张大人 然后先害武昭仪呢 当然是为了讨好皇上和长孙无忌 这是一盘早就布好了杀局的棋 不错 傻书生不是说过吗 这个女人啊最会利用人心了 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报仇 那连城荒庙都查不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对了 我刚刚有查到何大人之前 在长安有几处旧宅 红尖兰陵 我一会儿把地址抄给你们 你们去看一看 这些宅子现在的情况 说不定会找到新的线索 严大人 您还是回到宫中 继续关注飞生的事情吧 好 您放心 两位姑娘 两位姑娘 这屋子闹鬼 可不能进去啊 闹鬼 是啊 大半夜的 常听见女人的哭泣声 听说啊 这家人被全家问斩了 告诉你 我们就是来找着女鬼的 看来 我们是来对了 走 红尖 你看 进来的这条路 以及这个石桌上 都没有落叶 所有落叶 都集中在两侧 我想 这里并不是荒宅 一定经常有人出入 姐姐 你说 会不会是那个 和纪玄宇长的 一模一样的凶手 好 好 verste儿 我 你 你 你 好 我 你 这里果然有人住 你看 姐姐 姐姐 快走 这何大人文笔真好 他记载了一段 与两个女儿对师的小故事 季玄渝本也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可命运总是捉弄人 一个大家闺秀 变成了杀人凶手 你眼睛怎么了 姐姐的眼睛被蝙蝠灼伤了 快先扶她坐好 莫玉把我的衣箱拿来 坐 来 轻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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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兰灵儿 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 啊 嗯 大大 蓝灵的眼睛究竟如何 只能看恢复的状况 以后每天要按时换药 是否能够复命 我也没有把握 只能看天意了 红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姐姐找到一处荒宅 在里面找到了 稻固的衣服和一把符尘 就在我们一围 找到了季玄鱼妹妹的 住处的时候 突然就来了一群蝙蝠 把姐姐的眼睛灼伤了 可恶 这些蝙蝠 一定是季玄鱼的妹妹 在荒宅所养 正是这些蝙蝠 那晚撞击了昭义寝宫的门 姐姐受伤以后 还想着要把那些东西藏回去 这次我们肯定不会打草惊蛇了 莫玉 你干什么去 我要杀了那个女人 她迟早会回到荒宅 我要把那里的蝙蝠杀个片架不留 非生之谜 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 不能搬到季玄鱼 你杀了她的同伴 她势必会知道 到时候兰陵所做了一切 真的就白费了 莫玉 你放心 人家会找到铁证 人家会将季玄鱼他们一举揭穿 到时候一定会替兰陵报仇的 敌人姐 大师不好了 长孙无忌大人 后天便要飞升 没可能查不到啊 那晚我们把所有地方都查遍了 连墙都上上下下敲了几十次 季玄鱼既然叫我去压斩 一定能想到我会仔细检查 现在看来 还是中了她的圈套 这个季玄鱼 她选了一个最聪明的人 来证明自己选的非生之地没有问题 简直是更聪明 想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 那个屋子没什么问题 可是一个大活人和一个死人 怎么凭空就消失了呢 也许这个宅中真的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密室只不过是让我们分散精力 让我们每个人更使劲钻牛九尖 你是说非生和这书斋根本没有关系 没错 季玄鱼很可能是用了另一种我们想不到的方法 另一种方法 难不成还真能够飞天遁地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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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没有 谢谢 哎呀 这一定能找到 嗯 你说我们在这儿想的脑子都大了 人家在外面玩得不易乐乎 蒂大人 鱼儿 你怎么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在玩捉迷藏 所有人都找到了 只有秋行视力不见了 东京师哥说是他把秋行藏起来的 都说你是聪明人 你帮鱼儿找找吧 好吧 哎 就让我们和云儿一起出去走走吧 顺便歇歇脑子 云儿真没出息 找不到就哭鼻子 有本事你找找看啊 好吧 我们就陪你玩一会儿吧 哼 狄大人 师父说你是个聪明人 你倒是帮帮他呀 哎呀 你们又在打扰狄大人 快跟我回三清殿 我要考你们今日所学 你们找不到我吧 秋行 原来你藏在东京师哥的衣衫底下 怪不得我们怎么都找不到 我宣布 天下最聪明的人 不是狄人杰了 而是我东京 好了 走了 走了 东京果然是比人家更聪明的人 《非诚之谜》已经破解了 不过是一桩捉迷藏的游戏而已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跟我一起玩一次 愿意奉陪 捉迷藏好啊 我和姐姐可是女飞贼 你们肯定玩不过我们 还有我 好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严厉本啊 好 那人家想 如果有一个人也肯来参加 那游戏应该会更精彩吧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没事吧 倘若你明天飞升成功 我 我们是不是就见不了面了 夫人 老夫的病迟早是个嫂子 只能明日飞升成仙 老夫便可以在仙界等你 夫人 夫人 你为人善良 百年之后 定能昏归仙界 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仙界相见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老爷 老爷 汴州叛佐狄仁杰求见 狄仁杰 倒是听说他断案如神 可他从汴州来见老夫是为何事 狄大人能从汴州过来 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 那我先下去了 有请狄大人 是 汴州叛佐狄仁杰参见大人 狄大人免礼 你不是那天那个压宅的太监小厮吗 没错 掌孙大人 人杰就是小厮 小厮就是人杰 实不相瞒 皇上之前一直对季玄鱼有所怀疑 便让人杰扮作太监 在宫中查案 但最后人杰没有查明真相 直到申大人和莺莺姑娘飞升后 皇上选择不相信人杰 命人杰离开长安城 既然如此狄大人速回汴州汴市 为何前来找老夫啊 因为人杰知道飞升是个陷阱 所以特地来劝大人 千万不要上季玄鱼的党 Simple ведь 为何时卓莲 为何有计出的 太卓莱在yss当励的 photoshop 是的 我说カ 25 黑天 沈大人 老夫要前程送经 你不要扰乱了老夫的心 打乱了老夫的计划 来人哪 老爷 请沈大人出去 是 沈大人 请 大人 请 大人 请给人间一个机会 这世上根本没有飞声成心 沈大人和鹰鹰 都是被冤死的 快 请狄大人出去 狄大人 大人 请吧 赵瑶镜是假的 狄大人 飞声成心也是假的 人家就住在长安城叫的紫霞怪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来找人家 走吧 人家定能证明给你看 大人 墨宇 我的眼睛 还会不会好 你要相信大大的医术 再过半个月 你的眼睛就会一点点复明 可是 我还要做半个月的瞎子呀 你忘了 那个时候我也瞎过 你做我的眼睛 照顾我 现在换过来 我做你的眼睛 随时随地跟在你身边 可好 墨宇 不要说了 我知道 没关系 我会一直等你下去的 等你愿意握住我的手 就像你等大大一样 墨宇 我 闪烁声回来了 大大 大大 蓝灵 感觉怎么样了 要吃了吗 刚吃过了 已经没那么疼了 放心吧 大大 你有没有说服长尊无忌 这个老顽固 一心只想着飞声成仙 根本听不见我说的话 那怎么办呢 不管怎样 明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 鸿金 墨宇 今晚照常行动 狄大人 外边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 说你咬的东西他做好了 是神经书生 天无绝人之路 来他正是时候 来 舅舅 舅舅 我就要飞声成仙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 哈哈哈哈 你手下冤魂无数 竟然还可以做神仙 有仙姑助我一臂之力 有何不成啊 善恶终有报 不是你念几天经 修几天道 就可以做神仙的 今晚我会要你的命 看你如何飞声 协定 散最后 我 明白吗 没有 快 快 看你 是 舅父 您若非生成功 朕一定为你见惯立项 让你是万民供奉 老臣谢过皇上 长孙大人 你我同朝为官一辈子 隋梁真是不忍心 同年分别啊 隋梁兄 老夫只是要升天做神仙啊 应该高兴才是 皇上 长孙大人的非生吉时 就要到了 舅父 不 你就随仙宫去吧 朕希望舅父可以非生成功 皇上放心 玄瑜定会竭尽全力 老臣拜别皇上 将来老臣在天上 定会祝福大唐 繁荣长盛 江山永宫 反正 麻烦 都不俄 我会非生吉他 老同 原谈 身为 什麽 您 那 您 公 那 我 长孙无忌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病发身亡 早知这样 玄音也不必煞费苦心 替你安排这么大的场面 玄音 出来吧 姐姐 长孙无忌真的死了吗 他兄弟症突发 的确已经死了 长孙无忌 我父亲何亲不过是个文人 只因为做了太子的老师 便被你治罪 害得我何姐姐 从此家破人亡 现在不等我们姐妹收拾你 老天爷收拾你了 好了 妹妹 长孙无忌既然已经死了 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皇上 长孙大人已经非生了 啊 皇上 长孙大人的确已经飞升了 嗯 仙姑 你帮舅父完成了新约 真是功不可没 长孙大人和悬鱼相识一场 这是悬鱼应该做的 仙姑 这书斋内什么声音 没 没什么 皇上 许事您听错了 皇上 有些不对 快来人哪 护驾 快 护驾 别动 别动 皇上 你不是敌人街身边那个书童吗 你们没有离开长安吗 仙姑 这是怎么回事 皇上 狄大人被士兵拦在门外 说有要事要禀告皇上 啊 快让他进来 是 皇上 他就是季悬鱼的孪生妹妹 让人街来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长孙大人并没有飞生 那舅夫现在人在哪儿 请皇上再随人街去一次书斋 人街定帮您把人找出来 好 别动 别动 敌人街 我扶尘剑法变化难测 没想到竟败在你的天秘之下 并非是你小看了人街 而是你太过于自信 你一直把人街当作你手下败将 即便是我敢来揭穿你 你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你的扶尘剑法 才会错落了还击之术 季悬鱼 工人先工心 这是你教我的 真没想到 到最后 我其实作茧自封 敌人街 你救了朕一命 朕会记住的 皇上言重了 朕一命 季悬鱼 朕待你不薄吧 你为什么要害朕 皇上是对悬鱼不薄 可你为人优柔寡断 只顾着儿女私情 何德何能 做一个统帅天下的九五之尊 你竟敢骂朕 朕一定要把你处于畸形 皇上 我们还是赶快去看一看 长孙大人吧 至于季悬鱼的把戏 人家日后一一为您揭穿 长孙无忌已经死了 就算你找到他又怎么样 你说什么 舅父死了 皇上放心 长孙大人很可能还活着 皇上见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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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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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我只是想从你口中知道事情的真相 带我到这儿做什么 掌孙大人莫及 人杰只想和你玩一个最普通的游戏 捉迷藏 蒂大人 好了没有啊 掌孙大人 人家的书童墨语在书斋内不见了 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吧 嗯 李大人 能不还有一间密室吗 李大人 快说吧 究竟把墨鱼藏哪儿了 季玄鱼把申大人藏到哪里 我们就把墨鱼藏到哪里 张孙大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非生 这一切都是季玄鱼 玩的捉迷藏的把戏 空口无凭 证据呢 我就是证据 这老夫刚刚查过这屏风 怎么没有发现你啊 长孙大人 你刚刚检查的时候 墨鱼确实在屏风后面 墨鱼确实在屏风的掩护下 用光隐藏了自己的影子 而我们找过的地方 就不会再找第二次 这是所有人的误区 只不过季玄鱼的步骤 比较复杂 从季玄鱼姐妹推开屏风的那一刹那 我们便走进了他们所布的局之中 凶手巧妙地推开屏风角度 正好车挡住季玄鱼和天命的尸体 当我们检查完书柜时 屏风后的季玄鱼便背着天命的尸体 藏到了那里面 带木轮又可以移动的屏风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这里是何大人的故居 所有的东西都是依照何大人的信仰 自然而然的存在 季玄鱼让我们在这压宅 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来世 秋缠的故事 前生 早已开始 离寂寞的 岁月飞升 我也 勇敢地坚持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从生一枝根到死 哪怕再多多余情深 一人 亲口这世 风吹动 你温柔发丝 吹过乱你的 牧丝 穿越过千秋万世 我 勇敢地坚持 略不回天之上 被相依不离不切 永在一起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送上一枝根到死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送上一枝根到死 我 勇敢地坚持 不忘我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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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勇敢地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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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